獎強者月亮 不好意思 在開始之前 我可以邀請大家 就是我們把你板起來 再稍微往前坐一點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好像有點距離 有點恐怖 這邊兩排的燈可以關 我可以先了解一下 今天是大一的請舉手 大一 四位 大一 好有趣喔 因為我剛才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活動到底 會不會有大一的出現 因為以前大一的時候 我記得我剛入學的時候 就是在看那些社團的攤位 然後可能下課也就早早的回家了 所以我通常不會去留意到 有什麼樣的活動資訊 或是留下來參加什麼活動 然後那時候 嗯 參加 其實剛才我見到很多人 就是可能 過去有跑很多社團啊 跑很多活動等等 那我其實念大一的時候 也是 參加急救抗服社 大家知道嗎 校內有這個社團嗎 對不對 還在嗎 然後 然後還有一個樂舞社 對 因為以前喜歡跳捷舞 從高中喜歡跳捷舞 然後就參加樂舞社 然後 戲蘭啊 戲蕾啊 戲牌啊 然後什麼 夜衝啊 喜歡看夜景啊 對 然後唱歌啊 然後什麼中秋烤肉啊 聖誕節辦什麼 什麼抽獎之類 就也是跑蠻多的 好 欸 這是 好 那我們再等他一下一下 大家剛剛有認識到戲朋友嗎 有喔 厲害喔 其實我們剛才那個 那個 Beta在聊 就是欸 以前我們 像我以前在辦活動 例如說 在外面第一次的場次 因為大家不熟悉 所以不曉得 站上來要講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可能 例如說我們兩分鐘 大家可能通常 三十秒四十秒就結束了 對 所以我覺得很驚訝 就是欸 就是我們大家第一次辦 然後居然有人 可以講超過兩分鐘 那蠻厲害的 然後大家又 那個自我介紹非常踴躍 對 可以嗎 好 好 那我偷跑一下 就是今天的主題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少年月亮的煩惱 什麼是少年月亮的煩惱 就是 嗯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這個階段 就是你可能大一大二大三 然後有 都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 有這樣可能 有一段會 憂鬱的時間 就是你開始在 你往自己的未來 到底要往哪個方向走 對不對 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方向 當然大一可能沒有 就是 只是由於說 明天到底要去玩什麼 不曉得 對 然後 因為 可以嗎 好 然後 先 因為我大學念的是圖姿系 那我不曉得大家 當時在 念 選擇科系的時候 是怎麼選的 有沒有 可以跟我講一下你 當時怎麼選擇你的科系 你怎麼知道你會對商學 因為你可能或許沒有接接觸這樣的東西 那你怎麼會知道你對商學有興趣 對 對 所以 有的還是知道 就是從小可能接觸一些東西 然後觸發了他可能後來在大學科系選擇這個 因為 我之前去參加一個叫 它是教育的費力 費力的組織 然後 當時我聽到就是 那個副導老師 那個副導老師 他就會問很多高中生 為什麼 你想念什麼樣的科系 為什麼 那時候他問了一個學生 他說 你想念什麼樣的科系 那個學生回答說 他想要念財經 然後老師就問他說 為什麼想念財經 他說 因為他將來想賺大錢 這件事情就很調味 就是為什麼念財經系 一定等於賺大錢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賺大錢 一定要念財經系 對 你選擇科系是 為了什麼樣的目的 其實有時候 在我們很高中的階段 甚至我們在現在階段 還是不太清楚 那時候我選擇土之系 其實是因為 因為那時候 高三的時候 就是我念的是成員高中 然後我們有一個輔導老師 就會在可能大家在選擇科系的時候 會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有哪些科系啊 應該怎麼樣去選擇你適合的科系 那時候他其中講到一個 他說 各位同學啊 假如說你不知道 你將來想要念什麼樣的科系 你或許會選擇 複合式科系 什麼叫複合式科系 比如像資管 就是資訊加管理 對 這樣子 到時候你的路就可能比較廣 你可以走資訊也可以走管理啊等等 那時候我就翻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書啊 就是 就是我在選擇科系的那個 那個 啊 簡章 翻簡章的時候就看 喔 有個科系厲害 他圖書又加資訊又加媒體 那我就想說完了這個以後 就算我 我不知道走什麼 我至少有三項可以選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選擇 那個圖織系這樣子 那其實在高中的時候我就開始跳 接觸捷舞 因為以前高中是熟語社 然後熟語社 大家知道熟語社其實就會伴隨了很多舞蹈 有時候大家分不清楚他到底是熟語還是舞蹈 對啊 那我們那時候就開始接觸舞蹈 然後到了高三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在準備 就是考大學 那時候我們老師其實很有趣 就會跟我說 你在念書的過程當中 你假如要抒發你的壓力 你假如讓你的路走更久 你就要去運動 所以他鼓勵大家就多過去運動 你可能放學的時候 你去跑步啊 打籃球都沒關係 那時候我就去 我就不斷的練舞 所以大家念書念得越兇 我就跳得越兇 所以那時候 就開始會產生一些念頭說 我到底大學的時候 我是不是應該要朝這個方向走 甚至我將來可能做一個職業舞蹈老師 所以到了大一 參加樂舞社 大二當幹部大三當社長 然後就開始 在外面有教課啦 然後比賽 就我們的舞團 後來變成職業的舞團 然後 在大四的那一年 其實我突然 就 我不曉得 就是我除了跳舞以外 我還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 其實 很有趣的 就是 當你走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然後 我們團 那時候幾乎都是 十一點多才開始練團 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可能 街舞圈的朋友 都是夜行性的動物 就我們十一點多才開始 真正練團 然後 遇到了 還有些人就遲到 遲到就是大家就坐在那邊看電視 還有些人就說 那我去買個宵夜 當你真正開始練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能凌晨一點多了 然後大家在開始 暖身 暖一暖 然後開始練 然後排舞的時候 當你練完的時候 你可能出去 天都亮了 所以那時候 我幾乎的生活是 日夜顛倒 然後在學校課 幾乎每一堂都巧 所以我就是 練完舞 然後回家睡覺起來之後 再去社團練舞 練完舞之後 再去那個舞團 就這樣子 一日復日 就是一直在舞蹈 然後我發現我的生活 好像亂的套 跟我原本想像不一樣 我陪到家的時候 我爸媽已經睡了 那我不曉得 這到底是不是我要 所以我開始問自己 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那大家應該也都有這樣的經驗 上了大學 很有趣就是 就我爸 我記得那時候 剛上大學的時候 我爸媽就會問說 你們導師 導師有沒有要約什麼 家長訪談 什麼 因為過去高中 都有一些什麼 家長訪談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大學沒有這種東西 可是我們有一個 就是導師會談 可能一個學習一次 老師會瞭解你 最近你在幹什麼 做什麼事情 那可能到了大三大四的時候 會開始關心你 將來想要走什麼樣的方向 然後 我想到一件事情 是這樣 就是我們在高中 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 就是不斷告訴我們 要找尋一個正確答案 對不對 我們考試就是要一個正確答案 評出來 要正確答案 才會有好的分數 所以我們就習慣了 就是有一個正確答案 然後我們希望有人為我們指引方向 然後到了大學的時候 突然你沒有一個依據的時候 你就開始徬徨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老師會疼的時候 其實我從大二開始 我就一直問老師說 老師我不知道我未來要做什麼 然後我希望老師給我一個方向 他可以為我解答 可是我得到的結果是 就是沒有人可以幫我決定你的 我的人生 沒有人可以幫我決定我的人生 那時候老師就講說 你想要 假如喜歡跳捷舞的話 你或許可以從事運動方面的 然後你假如喜歡 因為你有帶社團經驗 你可以走管理 所以他也只是幫你說 你可以選擇哪些東西 他並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你走這個好 我覺得你這個適合 他沒有辦法幫你決定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迷惘了 那我這邊就要來讓大家猜猜看 就是我過去是念圖書之後去學習 然後後來就是 我也在想我可能要做舞蹈老師 那大家覺得我最後的職業是什麼呢 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 有人猜到 蛤 都是那是什麼樣的工作 可以猜猜看 隨便猜 隨便猜 工程師 還是 會計師 還是 他的班焦點當然是 現在就是正值究竅焦點 對 有人 欸 好 好 我不想讓他們猜 好 那那時候我在 我當兵快退伍之前 其實我就開始 又開始經歷那個迷惘的狀態 就是很煩惱 每天晚上都睡不著覺 然後 我一直在問我自己 到底可以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我不知道 然後 可是我不告訴自己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我喜歡跟人接觸 再來我喜歡做迷惑 挑戰性質的工作 所以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 要不然我先做業務好了 對 那當然保險它可能是一個 比較 低門檻的工作 我比較容易投入 所以我一開始 其實我出社會第一份工作 我是先做保險 一天 就一天而已 為什麼我只有一天呢 因為那時候 當我退伍的隔天 我就穿著西裝筆挺啊 去公司上課啊 然後開始收續啊等等 然後到我回家的時候 回到家 我爸嚇了一跳 他說 你為什麼穿西裝 我說 我去上班啊 有什麼不對嗎 他說你上什麼班 為什麼我不知道 比如說我做保險 對 那我爸就大發雷霆 他就說 為什麼你要做保險 可是做保險不是不好 對不對 因為就是過去 過去我們家長都會認為說 以前做保險就是什麼 老鼠會來 你買東西啊 什麼什麼 然後你遇到事情 他都不幫你理賠 過去 被很多前輩都這樣搞壞了 可是現在的保險不是這樣 是更專業 提供更專業的服務 可是你跟你爸媽講的時候 他們其實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理解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 你在講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 那時候我們 其實就發生了家庭革命 然後 那時候就問我爸說 好 那 你覺得我應該 做什麼樣的工作 他說 我說 那你去做事件設計啊 我說怎麼可能 因為我爸是 就是裝潢的那個老闆 然後他就說 你去做事件設計 然後我的美術都這麼糟糕 那我怎麼可能 就從事室內設計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爸 我爸請你 我就 我就毒氣的跟我爸講說 好 那假如說 你有辦法幫我找一間設計公司 讓我進去的話 那我就去做 結果隔天我爸就很開心的回來 啊 我找到一間設計公司了 下禮拜就可以開始上班了 對啊 其實我就 好 我既然都已經答應他 那我就想說 那好 那我就去 走了思念設計這一行 對啊 這是我的作品 那 我的途徑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剛才知道 就是 走後門 真的就走後門 所以 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這樣子 就是 大家都覺得說 啊 我 我可能 我必須我投資系畢 我就做圖書館員 我可能過去的興趣是什麼 我就走這一行 但其實還有很多的途徑 你可以去發現 你可以去探索自己 對 請走後門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請走後門 當然我除了走後門以外 我還是有做一些領域 例如說 因為我 我非本門系 那我在入行的第一天 老闆就跟我講說 在兩個禮拜之後 我要丟給你第一份圖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 把這個 繪圖軟體學起來 然後我們兩個禮拜之後 就開始上工 對 然後我就開始進修啊 去去外面補習啊 然後翻書啊 然後 在工地的時候 就開始問師傅啊 說 他這個工法怎麼樣 他為什麼這個尺酸 要這樣貼啊 然後多看書籍雜誌 自己去翻閱 然後累積 觀察的習慣的累積 就列入到一個空間 就開始看 哇 他這樣子三十格三十 然後他就很 很像縱像 然後怎樣去 然後高度多少 然後什麼 就開始去觀察這個空間 然後他燈怎麼樣打比較漂亮 然後 不要犯錯 做就對了 這個地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 我不曉得 大家覺得 一個設計師 一個設計助理 大概花多少年的時間 才能生成設計師 十年 其實沒有這麼久 大概三年的時間 他有機會成為設計師 就是正常的途徑的話 大概是三年 有機會成為設計師 那其實我在做 大概一年左右的時候 就是我就離開 我之前的那些設計公司 那時候我就是 很帶種的 就是不怕死人 就開始在外面接案 因為焦點的關係 然後認識了相當多的朋友 然後把我在做 室內設計的這個資訊 告訴大家 然後大家就說 要不然我們 要開始弄公司 你可以來幫我們看看 我就開始規劃 然後自己 自己估價 然後自己跑 那當然這一路上 就是跌跌撞撞 就是不斷的吃地門 你當然會遇到比你年紀大的人 就會要凹你 然後說 你這個畫幾張圖 不用錢吧 然後什麼 那慢慢的你就會知道說 你去學習 然後去成長 當你跌倒之後 怎麼樣爬起來 那你會學得比你更快 所以我大概在 一年左右的時候 我當然不敢講 我自己設計師 但是我已經開始自己接案了 然後自己跑公地 然後再來是寫部落格 我相信很多人 本科系的學生 他們比較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寫部落格最好 就是 你平常要做一些 觀察的累積 你大量閱讀之後 把它整理成你自己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寫成一篇文章 對 然後這也是一個 就是 建立你個人體牌的很好的途徑 像我後來去設計公司去應徵 我說你非本科系 但是我當我把這個東西拿出來給他們看 我說我做了這樣的一個功課的時候 你們都覺得不一樣 然後他們願意給你機會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如何走後門 對那走後門 當然一定要走後門 但是我們要怎麼走 第一個就是實習 其實我剛才有跟一些 就是學弟妹提到 就是我在大四的那一年 這是我第一次踏出學校 去參加外面的活動 那一次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因為我參加那一場活動裡面 大概百分之五十都是台大學生 大概剩下的就是台政 正大的學生 然後青椒 然後成大 然後副大的學生就只有兩位 我跟我的同學 然後剩下的大概有四位 是東武的學生 我覺得很奇怪就是 我們在實力這麼前面的排名 可是走出去的機會 跟這些前面的學校 相較之下差的這麼的多 然後在那一次活動當中 就是我會問他們說 那你們接下來的規劃是怎麼樣 我非常震驚他們從大一 他們就開始規劃 他們要去什麼樣的公司實習 來獲得要學到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去參加校外競賽 然後要去做國際志工 要交換學生 當然我剛才聽到很多的學弟妹很棒 就是你已經開始在規劃 你將來要做交換學生 你將來要做志工等等 我覺得非常棒 走出去實習 然後多走出校園參加活動 不一定是交點 當然可以剩下其他的 例如說我剛才講 就是校外的營隊 去多認識別人 而且這些事情就是 像我們實習生本松在現場 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有趣 就是他也是建立 你個人品牌的一種方式 因為本松他在我們各個場次 就是曝光 然後他的表現被大家看到 所以開始有一些人會開始問他 然後假如他是做得好的話 當然我們這些 就是主管算主管 然後我們會推薦他 我們本松就是工作認證 什麼什麼的 那在他下一次 他可能到下一份工作 下一個時期的時候 他會他相對的比較沒有門檻 然後業界也都會記得這個人 曾經有一個就是交點的時期生 他很耐操 然後他就是工作能力 那將來就是他一批五就挖走他 就很像我們現在我們公司的設計師 之前是別人的實習生 然後因為來參加交 就是跟著那間公司來參加交點 然後被我們看見了 然後後來批文就把他挖走了 對啊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不斷的走出去之後 就建立你個人品牌 然後你比別人的機會就多很多 然後透過走出去 你不斷的嘗試 你真正去實作之後 你才知道你自己 可能喜歡什麼 可能不喜歡什麼 對 就是不會是說 喔 因為我想賺大錢 所以想念財經系 那是不一樣的 好 最後就下個結論 因為其實我時間剛才好像已經超過一次了 然後 我的結論就兩個 第一個 就是沒有人可以幫你決定你的人生 第二個就是 勤走後能 就增加自我探索跟 還有曝光度 那 待會兒的話 因為我剛才好像聽到有一位學妹 他對於設計有興趣 然後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然後 甚至怎麼樣可以 不用 不用透過正常的管道 然後被人家看見 好嗎 好 那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那現在有五分鐘的 問答時間 大家可以問月亮有沒有 對於他的 分享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嗎 有嗎 他只是 你先 你先 其實 在我個人認為 月亮剛剛說走後門的方式 其實那並不是一種偷機的方式 而是你掌握了你認識那個人的資源 你才有辦法走到那個後門 那也是一段的努力 因為你必須要對那個人做出一定的責任 而取得一定的認同 才有辦法做到這樣的地步 那我覺得 今天呢 所有人都可以透過一些 認識其他不一樣的人 得到一些自己其他不一樣的資源 那這些資源呢 不是學校教你的 也不是別人準備給你 而是你看到你想要去獲取 那是你自己的懂事 那是你自己的懂事 所以你說走後門 然後講我同意一半 不同意另外一半 因為不要否定自己 這是你自己得到的 OK 謝謝 好 謝謝 其實我還蠻喜歡走後門 那個方式的話就不要 好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你好 就是剛剛在演講裡提到說 就是要為自己做選擇 那請問當你勇於去做選擇之前呢 你要用什麼樣的準備 做選擇之前 對 就是你做出 過分場次之前要做什麼樣的準備 就我舉焦點這個例子來講 其實我們沒有任何準備 就是傻傻去做就對了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跟 就是我另外共同創辦的人 那時候我們在討論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為什麼我們想要做焦點 我們想要做一個分享的聚會 讓大家來分享他們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問了非常多的朋友 我問了非常多朋友 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惜 因為他們 問我們說 我們入場要收費 然後我們讓大家來這邊聊天 他說台灣人這麼內羞害象 他們怎麼可能就是 願意跟別人 跟別人做自我介紹 內向害羞 內向害羞 怎麼可能敢跟別人聊天 怎麼敢跟別人social 然後你要讓他 父親站上這個舞台 分享他自己的故事 就是他覺得不合邏輯 但他都覺得不合邏輯 你勢必一定要提供一些東西 例如說好吃的食物 然後例如說就是 對的主題 才會吸引到大家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我跟阿方聽我們 就是很挫折 可是我們覺得 好不管了 先做就對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去找場地 那找場地之後 那時候我覺得也很 很湊巧就是 那個場地 我們那時候是大概 四月二十幾號 就接近四月底的時候 去找場地 然後那時候我們再看看 那個那間咖啡廳 非常特別 因為他非常有名 所以他五月 第二週第三週 第四週到六月 七月八月 全部都已經被 被預約走了 就只向五月的第一週 也就是我們當時 假如去找那個場地的隔一週 就要辦 然後我就跟阿峰 就問我說怎麼辦 就下禮拜 要嗎 我說啊跟他拚了啦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舔了那個 預約答案 然後我們就舉辦了第一次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有趣 就是假如我們當時 沒有這個撒勁 我們說好 那我們隔三個月再辦 就隔三個月才有場地 那可能就不會有今天的焦點 你有什麼事 是想要可以 那是誰 你給我